來,看著 一、二、三、四、五 看看以後輕輕的移動 聽完農會福導員解收插秧後 大家七腳八腳的下跌去 而平常都在北部都市裡居住的 不管是大人還是小孩 從來都沒有在田裡工作過 更不用講踩在又濕又軟的泥漿裡 斜著插秧 在這一群體驗插秧人情中 這位阿嬤可是用心良苦 為了獨幼稚園的孫子 要教體驗插秧的照片 就陪寶被孫子來體驗 他幼稚園在教插秧味怎麼來 我就幫他 他要體會 就為了孫子要高雄皮 你才帶來體驗這樣 先把那個羊鳥把它拿起來 再把它插下去 不好走 那你會被插秧 會一點 就像他們這樣一排一排一排這樣就插 又慢慢陪著女兒體驗插秧 每換上短褲穿著裙子就在泥田中裡插秧的畫面 不管鞋的農夫插秧插得好不好 這也讓農田活用增加農田的產值 都市人可能比較沒有那個機會去接觸到土地跟農田 那尤其農業方面 那我們這邊有這樣的農地 就可以讓很多人來參加體驗活動 一方面也能增加農地的 跟農民的收益跟經濟效益 不錯不錯在稻田沒有耕種時 開放一兩分地來給民眾體驗耕種插秧 農友們又可以多賺幾萬塊來貼補家用 東太新聞成績的張軍體關山正報導